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三个提问就分别是 为什么手机只能打电话 如果手机能够把MP3 电子书 影碟机打电话结合起来会怎么样 怎么样才能设计和生产出这样的手机呢 乔布斯通过这三个提问激发了创新思维 最终创造了一个伟大的品牌 今天这节课我将聚焦在第一个创新提问 为什么 帮助你带着好奇心去提升洞察力 你小时候肯定看过《十万个为什么》这本书吧 但现在你还会像小时候那样经常问为什么吗 你可能还会问问题 但不一定会经常问为什么了 因为你害怕别人会觉得你无知 所以学会了不懂装懂 你也有可能太相信专家和大佬 认为他们就是最懂的人 听他们的建议照做就行了 公司里你觉得最好按照机有的规定 或者领导的指示去做事情 少问为什么 否则就意味着挑战权威 慢慢的 你越来越少问为什么了 但如果能像小时候一样 有强烈的好奇心 敢于问为什么 会有什么不一样呢 下面 我将给你分享一个故事 三个充气店成就了 估值百亿美元的Airbnb爱比营 爱比营成立于2008年 是一个旅行房屋租赁社区 用户可以通过网络或者手机 发布搜索度假房屋的租赁信息 并完成在线预定 而创业十年以后 爱比营在世界品牌实验室发布的 2018世界品牌500强榜单中 排名第425名 在2019年 胡润全球独角兽榜榜单中 排名第6名 听到这里 你一定觉得他的创始人 一定很厉害吧 恰恰相反 爱比营的创始人切斯基 在创业的时候 只是一个毫无商业背景 甚至连房租都付不起的一个 矛头小伙子 那他是怎么从0到1 创办爱比营的呢 故事发生在2007年的秋天 住在旧金山的切斯基和吉比亚 为即将到来的租金问题 一筹莫展 当时他们手头只剩下一千美元 而租的房子却需要支付 一千两百美元 用什么来支付租金呢 他们突发奇想 为什么不能让别人在我们家睡觉呢 这样就可以收取费用 解决租金问题 这是他们提出的第一个为什么 于是两人决定 让游客住到自己的家里 他们在客厅放了三张空气床垫 然后将床位租出去 并向租客提供房内的 无线网书桌早餐等服务 每晚收取八十美元 结果一周内接待了三个住客 顺利地就解决了租金的危机 两个年轻人从这里看到了商机 于是2008年8月 他们成立了爱比营公司 慢慢地他们意识到 人们来住宿不仅想要一个床垫和早餐 更想要一个宽敞舒适的一个房子 于是他们问了自己第二个为什么 为什么不提供一个房间 而不只是提供充气垫呢 于是2009年3月 爱比营将租赁业务 从原先的空气床垫 扩大到了整间房 一年内爱比营就实现了 百分之八百的增长 接下来公司顺利获得了 第一轮的VC投资 那既然有人投资 说明这个模式就可以复制嘛 所以第三个为什么随之而来 为什么不能商业化 如果在美国的主要城市 复制这种模式会怎么样 于是他们走出了旧金山 成功地把业务拓展到美国的其他城市 很自然 他们接着问了第四个为什么 为什么把业务限制在美国 如果全球拓展会怎么样 在投资人的帮助下 以及创始人的不懈的努力之下 不到两年 爱比营的业务扩展到了 一百多个国家 订单超过了一百万分 2011年5月 爱比营成功地完成了币融融资 公司的整体估值超过了十亿美元 进入了飞速发展的阶段 一个具有好奇心的人 永远不会停止问为什么 爱比营的第五个 更大胆的为什么单身了 为什么人们要拥有东西的所有权 而不是使用权呢 这个为什么就催生了分享经济的想法 他们考虑进入更多产品的一个分享业务 2015年 爱比营的估值达到了两百亿美元 切斯基在福布斯 全球最富有的四十岁以下的企业家榜单中 排名第八 当初一个简单的为什么 一步一步引导切斯基创立了爱比营 获得了现在的成功 听完这个故事 你是不是特别想拥有像切斯基一样追问 为什么的能力呢 那怎么可以提出有价值的为什么呢 我有四个原则分享给你 第一 你要敢于质疑 敢于挑战对方的假设 创新就必须要打破常规 质疑不是找茬 不是有意和对方过不去 恰恰这是创新最重要的一种批判性的思维 换个角度来看 质疑其实就是一种打破砂锅 问到底的一种创新精神 很多人的观点 其实只是他们个人的假设 并不一定是事实 所以你可以通过追问 为什么去验证假设是否合理 科学的进步 产品的创新始于质疑 而循规导具终究会让你成为一个平庸之人 伽利略质疑亚里斯多德 关于两个重量不同的一个球 重的球先落地的假设 用实验推翻了亚里斯多德的假设 在物理学的发展史上 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乔布斯挑战了当时手机只能通话的认知 成立了2019年世界500枪排行榜第11的苹果公司 切实基质疑了住宿只能在酒店的一个行规 创立了2019年胡认全球独角兽榜第6的爱比赢 所以你要敢于质疑 敢于挑战对方的假设 勇于提出为什么 那第二个原则是赋予自己使命感 专注坚定的做事 Facebook创始人Zack Borg曾有一个演讲 题目是不要问怎么做 而是问为什么要做 他创立Facebook的时候还是一个大学生 当时的他并不清楚怎么做 激励他的是为什么要做 他说当初他不是要创立一个公司 而是要解决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就是把人们链接在一起 这就是使命感 好的创业项目 其实从开始就已经注定了 Zack Borg认为 创业应始于解决问题的需要 创业本身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 而真正能够让你坚持下去的 是你要相信你在做的事情 并且知道你在做的事情 是在为用户创造价值 所以如果一个创业者 能够说清楚为什么要创业 初心是什么 思考纬度的出发点 是发现了一个行业中的大部分用户 存在的一个痛点 而这个痛点 对手并没有很好的解决 那一定会是一个好的创业项目 因为他有很好的创业的一个使命感 这会驱动他不断的前行 事实上 Facebook创业时 当时大公司像微软或者谷歌 他们有好几千的工程师和上亿的用户 他们更有开发这个产品的资源和能力 但是他们为什么没有做呢 区别就是在把人们链接在一起的 这个使命感上 他们不如Facebook那么的坚定和专一 那第三个原则是多和外行相处 不要盲目迷信专家 外行和专家相比 具有空碑心态 不会带有成见 所以外行天生不会拘泥于条条框框 在面对复杂的问题的时候 往往会从本质的角度去看问题 会从其他行业角度提供新的视野 所以我们四栋小组会对主员的要求就是 必须来自不同的行业 这样大家研讨同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从不同的维度进行思考 那最后一个原则是 企业要营造一个能包容笨问题的一个环境 俗话说不止瞎问 很多人不问为什么 不是不想问 而是出于恐惧 担心别人会觉得自己无知 其实恐惧是好奇心的杀手 坦承自己的无知 是进行探索和创新的一个前提 所以在企业里营造一种 可以让人提出愚蠢问题的安全氛围 至关重要 这种氛围能促进团队成员之间 产生信任感 举个例子 世界上最知名的创意设计公司 IDO的一个文化就是 每个人都把自己当作白痴 白痴在这里不是一个贬义词 而是保义词 鼓励提问本质上就是允许大家 发现彼此的盲区 一些看起来天真的提问 往往能激发有价值的洞察 而这些洞察可能会带来 突破性的创意和差异化的产品 好 现在我来小结一下 这节课的一个要点 这节课主要讲的是 创新从问为什么开始 我和你分享了 Airbnb爱比营创新的故事 伟大的品牌都是来源于创新 问为什么 就是不断激发你的创新洞察力 那怎么可以更好地问为什么呢 我分享了四个原则 第一 你要敢于质疑 敢于提出为什么 第二 创新意味着 你要时刻想起自己的使命是什么 第三 你要多和外行相处 不要盲目迷信专家 探索创新时 每个人都要带着空碑心态 这样在研讨同一个问题的时候 就可以有不同纬度的思考 第四 企业里要营造一个 能包容笨问题的环境 坦诚自己无知 才会带来新的洞察 今天的课就到这里 感谢你的收听 下节课 我和你分享的是 创新破局质问的第二问 如果会怎么样 激发创新想象力 那本期思考是 关于为什么的提问 其实是在问目的 回顾一下你现在从事的工作 你是怎么通过问为什么 让你更坚定的工作呢 欢迎你在评论区和我互动 会和我互动 对待的 是 对待的 好 对待的 非常坚定的